開始進到面墊廁所前 在廚房東張西望 站在鞋櫃前看了好幾眼 一下開抽屜一下開鞋櫃 還彎腰拿起一個不屬於他的小包包 拎了走進廁所 沒多久又出來 發現這個茶葉罐沉澱墊的 裡頭裝滿硬幣 當下就在往廁所走 出來時已經把零錢筒塞進外套裡 他第一次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看到旁邊有一個零錢罐 那他在想說該怎麼樣去把它拖起來 那第二次他假裝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將零錢罐塞進他身上的外套裡面 原來男子假借上廁所多次進進出出 老闆娘以為他肚子痛 好心出借廁所 沒想到打烊時兒子卻發現 用來收集一元硬幣的桶子不見了 一下損失五六百元 看監視器才發現 原來小偷就是這名來吃鴨肉麵 不斷借廁所的男子 警方找到竊賢他坦誠因為工作不穩 沒收入而行竊 麵店小老闆知道竊賊處境 當下說大家都是辛苦人 如果沒錢也可以來吃麵 但千萬別偷東西 讓竊賊羞愧不已不斷致竊 希望店家的苦勸能感化嫌犯 別再鬥歪念頭 記者馬浩然高雄報導